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, 經常都說賭業或經濟復甦, 金沙中國公佈今年初一季業績, 根據美國會計原則, 金沙中國第一季淨收益總額由2022年第一季5.47億美元增長1.32倍, 去到12.7億, 而期內的正虧損是1000萬美元, 相較於去年同期的3.36億, 大幅收窄了97%。 除了看完這業績報告之外, 其實關於酒店客房存量問題, 金沙中國首席營運總裁及執行董事回應, 去到2023年3月31日為止的季度, 金沙中國平均每日有3,800間客房, 佔了金沙中國總客房31%因為勞動限制而暫停服務, 但預期在2023年第二季度可以營運最多10700間客房, 而金沙中國客房存量餘額預計會在2023年第三季全部投入去營運, 即是說金沙那裏是有大約3成客房3,800間, 是因為勞動限制而無開到的, 勞動限制好簡單可以理解得到, 不夠人用, 但其實我們看回它現在第一季的數字, 雖然是復甦了, 現在每一個月都有大約100億左右的賭收, 但它仍然第一季是虧錢未虧, 即是說可能它要等到第二季第三季才開始真真正正做到一個, 帳面上的收支平衡, 但我們再看回一點, 它說因為勞動限制而暫停服務, 好可能就是它之後亦都要再加大配額請銀, 但它所請的是澳門人還是勞工, 這一樣東西可能大家到時要注意一下, 不過如果是有3,800間房間的話, 就算它怎樣都會是請到部分澳門人的, 不會完全不請的, 但我們也要留意一點, 其實金沙來講已經是澳門賭業的龍頭, 但作為龍頭, 它都仍然未能夠在今年第一季實現到盈利, 這一點可能大家都要注意一下, 變了其他的博企現在這一年第一季都仍然會虧錢,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會不會很大手腳做一些擴充呢? 未必會, 而且它們還要做一些非博採元素, 這個部分非博採元素全部都是消費來的, 你非博採元素好難說賺到好多好多錢的, 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其實都已經偷笑的了, 好啦那今集跟大家睇到這裏先啦, 跟大家睇了一睇金沙這邊的業績報告, 大家有什麼想說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